TVL的内容 当然 我偶尔会找到一些股份 是out of 图表和技术分析的 譬如3908 那天忍住不停叫我不要买 我一直驾驾到现在我还没走 但真的过去不了 竟然炒这些 是啊 最初出现線那天不炒 我记得那天跟林林说中金公司 很想买 我真的很喜欢中金 这数据真的很好 而且阿公又没有再打一些劝商股 劝商股的巨无伯就是中金 你难道还炒其他 例如广发 那些连提都没人提 你要知道 它半年顺利已经升了62% 用了半年就赢了62% 其实股价没有理由转到这些位置 所以技术分析是应该到20以上 果然是这样 我继续strong hold 3908 应该当它是美股富逃 如果挑战到21个207%的这个位置 真的很爆нул 现在散户不多货 因为坊间完全没人提到中金公司 它一提到22元 có 18元后 那些边陪的位置 做到一个几好的升幅 总之就是给一个位置 穿了20元就不要触摸 不过我自己看 就不会这么容易穿20元 似乎20元又会有个密集一点 短期的收集区 接着就印上去 或者明天已经是21元 我是这样看 回回去就回回去 我买的位置 接回我的货 但是我自己觉得何必呢 不过我觉得中长线中金是一定行的 有很多股份就不可以只是炒一两天 今天想带一个题目出来 很多朋友虚拟货币都是用币安 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一的币安 行政总裁透露 他们美国子公司 可能在未来三年之内 首次公开招股IPO 我觉得整个币圈都会振奋 因为如果在美国招股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币安是比Coinbase好 就是你说业务也有点不同 又反过来 其实Coinbase有时候比有币动 其实Coinbase是不动的 明白的了解的 但是Immetrain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 其实Coinbase 它的股价都做到给你的 不过很多朋友 其实炒开比有币的 他都不会买Coinbase 其实有点恃之以备 更加黄论你说 比如港股的时候 大家看今次的美图公司 1357 其实涨9.24% 货币都可以涨9% 好像齐上齐下 很厉害的一个升幅 但是要留意 其实他们持有多少比特币 以及其他的虚拟货币 这些全部考量止列 所以我建议如果散户 你是想买虚拟货币的话 不如你自己买虚拟货币 就是在币安 在货币或者币安自己买 是的 比特币安自己买虚拟货币 不要在港股的市场买虚拟货币 是的 我觉得是一般的 不过近期都可以看好一点 特别是Coinbase 如果我喜欢炒美股 之前我说过自己的美股checklist 例如有些NuLemon 有些Nike 有些Beyond Meat 然后有些Coinbase 好 实话是好的 对不对 就是分散风险 你以为你会买很多吗 没关系 更那么艺末 有些产品 当然 后来 中国 negócio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